中美贸易战开的第二天,澳大利亚一反对军事威胁,未来干涉之名,在南太平洋的去遏制中国的举动,得到盲有新西兰的响应。 据7月7日报道,新西兰国防部长多恩马克,ROMARK,在6月发布的一份战略性国防政策声明中,罕见的点名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,对越来越自信的中国,在南太平洋的去遏制与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,这与新西兰政府一直避免批评中国的姿态大向禁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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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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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